总结一下西北第二阶段结束之后 各顿小外园的剃度排名 前排提示啊 本次把啥号为外园呢 也算到小外园的行列 但纯个人见解 有不同的观点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直处 提一档次的小外目前没有 我们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呢 曾经把福格菲尔德沃特斯列为联盟第一档的小外 不过随着赛程的赛入啊 上述赛名外园的发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起伏 这也是现在西北联赛的外园格局 一些老牌外园年龄偏大 信任外园整体档次又不高 世界四人次发挥的空间也小 仗成了现在西北啊 确实没有独一档级别 进攻段完全无解的大神级别小外了 T1.5档次 卡里克 琼士 布莱克尼 皮特森 鲍威尔 沃特斯 费尔德 培根 卡里克琼士 右手的控场和关键球能力已经多次帮助浙江队在独苗界端赢下比赛 无前 承帅鹏 陆文博 三大投手 在本赛季都保持了较高的外线投篮命中率和产量 他们的外线整体进攻火力 你毫无疑问是联盟最强一点 布莱克尼和皮特森呢 都属于弱顿刷这形的小外 不过他俩比高等厉害的地方在于个别的场次啊 是能够通过爆炸的输出带队营球的 青岛队本赛季成绩突飞猛进的原因呢 和几名年轻球员的崛起是奋不开的 但不可否认小外线鲍博尔全面的表现才是兜底球队战机的根本 不过的是 培根 菲尔德都能在弹威的时间内达出非常高销的进攻数据 在对阵中下游球队时啊 这几位的个人能力往往能够形成单点爆破 带队迅速打开局面 其1.8档次福格多米尼克琼斯目的 福格在第二阶段的整体表现造到了球迷的吐槽 供防效率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主打但空位的时间段面对包价也显得极其挣扎 运球磕磕斑斑 出球质量偏低 中眼距离投篮的稳定性的也比较一半 不过他在第二阶段结束前的几场比赛啊 似乎有了复苏的迹象 对北京队还单场标记了9G3分 但看供防效率等高界数据的福格的排名啊 也依旧出现在联盟前十名左右 也并非是一无是处 琼斯在新将队的地位有点尴尬 球队既以来与他的组织撤影能力 又觉得他的投篮短板将在机游赛被无限震队 所以不停的在调整小外援 试图扒告球队的上线 目的杠到几杯之后 竞烟的表现确实让球迷眼前一亮 不过他的外援红利器也似乎已经过去了 在最近六场比赛 长均只有五分 主力外援的位置也被鲍威尔取代 第二档次布莱德索 亚当是杰曼 说实话 第二档和2.5档的外援的我也是来回调整了半天 个人水平和比赛影响力都差不了多少 但都把布莱德索和亚当是提了一档的 是因为所在的球队战绩还不错 而杰曼托这实力不强的福建队能够赢下15场比赛 也值得一个较高的排位 T2.5档次 盖利 罗歇斯特 巴黎布朗 高等 沙悦克 李勒 特莱斯 基恩 悦瑟夫 杨 沃顿 斯韦德 以赛亚 泰勒 威姆斯 这里面不少都是球队的第三外援 像李勒 特莱斯的个人数据一般 仅有长均十分出点头 但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能展现出超强的个人得分能力 综合实力也未必比前几档的外援差多少 只是缺少表现的机会 剩下几名主力外援 像沙悦克 高等 基恩 斯韦德 个人数据看起来还不错 但带队战绩实在不敢共为啊 T3档次 江苏的莱莉 最后像马上多审 富兰克林 杰克逊等被踩的外援 那就不差语评选 好 本期我们就盘点到这里 明天我们看一看西北大外援的体度排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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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